這個題目喔 你看喔 他又設定一個情境喔 他說有一個人叫做拓海 拓海 你知道這什麼梗嗎 你知道那個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人叫拓海 你這個出題老師一定要看什麼 你知道 頭子低 對 一定有看頭子低 這拓海的梗啊 欸 椅子拓海喔 從A點往東走4公尺 再往北走3公尺 到達那個B點 而他的好朋友梁介 從C點向南走9公尺 再向東走9公尺也可以到達B點 請問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我問你啊 這個題目你要怎麼做 當然先畫圖啊 對不對 你先把圖畫出來才知道下面的選項要怎麼去判斷嘛 來 我們一起來吧 咱們一起來畫圖 當然圖形要先把它怎麼樣 我是覺得坐標畫 來 我們考慮這個圖形把它坐標畫 來 我們考慮這個圖形把它坐標畫 一起來喔 下次魔考已經是那個12月了啦 我們現在不妨假設 這個拓海一開始在A點 A點就讓它當圓點好不好 它一開始在A點 然後呢 它向東走4公尺 4公尺抓一個大概的距離就好 往東走4公尺 然後再往北走3公尺到達B點 所以大概抓一個位置 來 這個是B點 好 那B點的坐標當然就叫做4 0.3 好 那這個A是圓點沒有問題 好 A是圓點 叫做0.0 好 OK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他說 有一個人叫梁界喔 他從C點 往南走9公尺 再往東走9公尺 也可以到達B點 那問你喔 梁界一開始到底在什麼地方 你就倒過來走嘛 對不對 往東走9公尺可以到B點 所以現在我們倒著走 往西走9公尺 往西走9公尺 我大概量一下 9公尺的話大概是在 大概是在這邊吧 來 往西走9公尺 然後倒著走 再往北走9公尺 再往北走9公尺 大概這個地方啦 抓一個大概就好 所以梁界應該在哪裡 梁界應該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點的坐標是誰呢 往西走9公尺 所以這個點的坐標應該是-5 然後再往北走9公尺 所以應該是多少 好 我看一下 -512 對不對 -5 到5點12 好 欸 投影你把這三個點的那個相對位置 先把它標出來 對吧 齁這題目就這麼說的 然後接下來喔 它這裡會形成一個什麼形 形成一個三角形 OK 來 我們把這個三角形把它畫出來齁 WOW A點 B點 好 然後這裡 OK 喔 好像是這麼一回事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看齁 他說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齁 來 一個選項一個選項 慢慢來探讀齁 第一個選項為什麼 他問你 sin a sin a 有沒有 加上什麼 加上sin c 加上sin c 好 然後有沒有大於sin 有沒有大於sin b 第一個選項是這樣 他說sin怎麼角bac 對不對 加上sin的角acv 有沒有大於sin的角cva 對吧 就是問你sin a加sin b有沒有大於 sin a加上sin c有沒有大於sin b 他問你 對不對 他是問你這個問題 好啊 來 同學我們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這個選項到底能不能選 這個選項跟什麼觀念有關 同學這個跟什麼觀念有關係 你說啊 我們三角難數喔 我告訴你 你學過的定理喔 其實真的沒有很多 你想想看 這種 這個題目啊 對不對 這有三角形嘛 還有給你三個點點對不對 那或許我們等一下也可以求出他的三邊場 他問你 sin a加上sin c有沒有大於sin b 請問你這個其實非常明顯 三角函數裡面跟sin有關的定理 叫什麼定理 沒講話 千姐 你說什麼定理 對 正選定理啊 對不對 跟sin有關的定理 欸 複習一下正選定理 正選定理叫什麼 A比上什麼 欸 A比上sin a 欸 跟著我寫嘛 然後會等於什麼東西 欸 會等於b 比上什麼 sin b 然後會等於c 比上什麼 c 比上sin c 然後請問你會等於什麼的東西 欸 會等於什麼 正選定理啊 定定大名喔 來 A比上sin a 會等於b 比上sin b 會等於c 比上sin c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兩倍的外界圓半徑 對吧 這個叫2啊 這樣可以嗎 這個很有評喔 這叫正選定理 那這個正選定理 提供我們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請問同學 sin a 是多少 欸 我們可以狄貓換太子啊 請問你 同學 sin a 叫做誰 欸 你把它乘過去嘛 sin a 是不是叫做2啊 分支什麼 2啊 分支 A 欸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所以這個sin a 可以寫成兩倍的外界圓半徑分支小A 是不是可以這樣寫 這樣可以嗎 對吧 sin a 是不是叫2啊 分支 A 然後同學問你 sin b 好 順便幫你複習一下 同學那sin b 就是誰 叫做2啊 分支 B 然後再來sin c 叫做誰 叫做2啊 分支 C OK 是不是這樣子 知道這個定理嗎 所以今天這個題目 來同學我們重新再看一次 我盡量講得慢一點 來同學 他說sin a 加sin c 有沒有大於sin b 欸同學sin a 我們把它換掉 換成2R 分支 A 所以這個sin a 我們就把它換成叫做2R 分支 A 對吧 啊 sin c 我們就把它換成誰 叫做2R 分支 C 那請問你它會不會大於sin b 我們把它換掉 叫做2R 分支 B 請問你這個式子對還怎麼對 欸 欸 對嗎 很簡單啊 你看這個2R嘛 這個2R 這個2R 我們可以把它消掉啊 我想問你 A加C會不會大於三角形兩邊之合 一定會大於第三邊嘛 對不對 你看嘛 三角形兩邊之合 是不是一定會大於第三邊 這樣可以嗎 所以請問你第一個選項對還是不對 當然對啊 第一個選項要打多的 第一個選項正確喔 這樣可以嗎 奇怪這衣服一直發出奇怪的聲音喔 一直嘻嘻嘻嘻的吵死了 第一個選項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來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選項 哎呀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這個東西到底行不行啊 第二個選項它說什麼 欸 sin b 唉唷 sin b 是什麼東西呢 大於sin c 問你對不對 來 同學我問你喔 第二個選項你會怎麼做 欸 同學一樣啊 同學 sin b 你就把它換成什麼東西 欸 同學你看嘛 sin b 你就把它換成叫做 2R分之什麼東西呢 2R分之b 然後sin a 你就把它換成誰 2R分之什麼 2R分之a 然後這個sin c 你就用正選定理把它換掉 叫做2R分之什麼 2R分之c 2R分之c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好 問你這件事對不對 就是問你這件事對不對嘛 這樣OK齁 然後同學2R大家都有 我們把它消掉 然後請問你喔 b大於a大於c到底對不對 你說老師 我不知道abc是誰 欸 我們算一下嘛 這個abc其實很容易算的對吧 來 我們一起來好不好 好 來 咱們一起來看喔 abc到底是多少 來 同學請你看我這邊 欸 同學問你喔 這個ab線段的長度啊 這段長度是多少 這是00 這是43喔 其實這個用看了應該知道啊 這個是4 這個是3 這一個 如果你這邊看成是一個直角三角形的話 這個是3 這個4 那這個斜邊是多少 這5嘛 對不對 或者你用兩點之間的距離公式 是不是可以算得出來 這段長度是誰 這段長度是5喔 欸 這樣了解嗎 這樣可不可以 算距離這個你會嗎 然後同學我再問你喔 這個ac線段的長度啊 這一個三角形 欸 這一個邊的長度是多少 欸 其實你 我跟你講 你用看的這個52 那你告訴我這個斜邊應該是多少 這應該 這看不出來喔 52 然後這個斜邊是多少 13啊 對不對 這段長度是不是13 那這段長度是多少 欸 這個可能就真的要算一下喔 兩點之間的距離喔 呃 來 距離公式你就給他用下去嘛 欸 兩點之間的距離怎麼算 s 坐標相減的平方 所以 負5減4 負9 負9的平方 81 對吧 然後再加上 來這裡12 12減3 9 9的平方也是81 好 所以這個東西 同學 81加81開根號 出來的結果是多少 欸 出來的結果是9什麼 9跟號2啊 欸 你有看到嗎 這個三邊長都可以算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我現在問你喔 A是多少 A叫做9跟號2 喔 9跟號2 對吧 我看一下有沒有看錯 沒有錯嘛 小A是9跟號2 那小B是多少 小B是13 然後小C是多少 小C是5 小C是5 OK 欸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那沒有問題的話 同學我問你喔 小A 小B跟小C啊 這三個數字哪一個數字最大 欸 欸 13比較大還是9跟號2比較大 同學跟號2大概是1.4多嘛 9乘上1.4多 應該也沒有到13吧 對不對 所以誰最大 應該是這個 這個傢伙啊 這個傢伙最大嘛 這個邊是最大邊喔 OK 所以我們看第二個選項 他問你說 請問你B大於A大於C 請問你第二個選項對還不錯 對還不錯 當然是對的 第二個選項是對的 請你打勾 這樣可以嗎 第二個選項是正確的 導演你會不會覺得這題目很難 它不會很難 它就是我覺得就很簡單啊 就稍微包裝一下喔 接下來我認為這個地方很重要 第三小題 哎呀 這個第三小題 他要問什麼東西呢 他要問你這個三角形ABC的形狀 三角形ABC 的形狀 他要問你說是不是頓角三角形 頓角 好 OK 那這邊就會牽涉到我們以前跟同學講過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喔 同學你怎麼去判斷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怎麼判斷 如果給你一個三角形的三邊長 你要怎麼判斷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三角形 這已經有教過 不然我現在我知道你們有健忘症 我幫你們把所有的情況列出來好不好 誒 你旁邊挖一個圖啊 誒 同學三角形只有三種啊 哪三種 你說嘛 哪三種 一種叫什麼三角形 這種 這種叫什麼三角形 怎樣 奇怪 不然所有私語證都會講話 這叫什麼三角形 這叫頓角三角形嘛 另外一種 這個叫什麼三角形 誒 這個啊 這個叫什麼三角形 對吧 啊 還有一種是什麼三角形 還有一種是 呃 銳角三角形對不對 OK 這樣可以吧 那我現在想來跟同學互動一下 你要怎麼判斷一個三角形它的形狀 如果在已知它三個邊的長度的情況底下 要怎麼做判斷 嗯 我看一下喔 二號怎樣 二號 還有我們王小姐 來 王小姐我問你 要怎麼做 就是給你三角形啊 三個邊的長度嘛 像這個題目 我們是不是從已知 不停不報告 一開始 一開始